王女士反映 3月11号她叫了一辆滴搭顺风车 把母亲从舟山接到杭州来 当时接单的师傅又把单子转给了别人 此后发生的事情 让王女士至今都觉得后怕 当时王女士下的这一单显示 行程从舟山杨芬花院小区到杭州大华西西风情成品 一共250多公里 行程结束时在滴搭平台上支付了194块钱 那当时我觉得自己行李有点多 也加了在平台上加了50块钱 那么后来到我家之后呢 他跟我说要加80块钱 说我们东西太多了 就火了在那边炒 炒了之后呢 那我妈想着 她说已经答应了就给她 我们就把80还是给她了 但是给的时候呢 不是那么的愉快 那个司机师傅呢就很生气 后来就是直接熄火 在我们家门口就停下了 把80块钱直接扔在了地上 据王女士说 当时母亲好说的还说 对方才收钱走人 但事后她越想越气 就向滴搭平台投诉 我跟客服说明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特地交代了一句 我说司机情绪有点厉害的 请你们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处理方式方法 不要给乘客再造成这种人生威胁 后来王女士接到了 接单司机朱师傅的电话 电单的车主给我打电话了 那他站在他角度 他觉得他很冤 并不是他发的脾气 他说你为什么 我说我为什么把他号封了 就是有点冤 我这个事情我没参与 但是我觉得 接着他东西是指头 我是小车我是拉不走的 他有五个泡沫箱 一个密码箱 我的小车后面箱怎么放 放不下的 就帮他叫了一个 那个SUV大的 那个人确实是你表弟吗 朋友吧 朱师傅说 当时王女士的母亲 带了很多蔬菜和水产 她车装不了 只好把单子转给朋友 朋友那天接了王女士的母亲 算起来还亏了两三百 所以最后才会提出 加八十块钱行李费 王女士投诉后 滴答平台把朱师傅的账号封掉了 朱师傅觉得这件事自己有点冤 就和王女士在电话里发生了争执 后来又给王女士发了一条短信 王女士看后很害怕就报了警 民警警告了朱师傅 朱师傅又发来短信道歉 说真心知道自己错了 对不起 王女士认为这件事和滴答的处理不当 有很大关系 咱们这边已经建议计划报警了 已经报警了是吧 你建议报警 那你们的处理呢 遇到事情都是乘客自己处理是吗 咱们这边 咱们这边已经在给 咱们这边 稍后咱们这边已经有专员 进行再处理一件事情了好吧 你把他封号封掉后 你们简单粗暴的就这么处理 没有进行协调 哪个司机不会发火呀 到时候把汽车只能撒在乘客身上了 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后果呢 记者把联系方式留给了滴答平台的客服 对方表示会让公关部的同事 尽快和记者联系 节目播出前 滴答公关部反馈 平台因始终无法联系上车主 故将车主账号做暂风处理 后续与车主取得联系后 会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处理结果 滴答还提醒 平台不鼓励乘客与车主 在搭乘中脱离平台私下协商 若脱离平台私下协商出行 乘客将无法获得平台信息安全 保险等各方面保障 平台自动 电飞 终身